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上帝的话语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集到第十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同上来读一杯 来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好不好 请各位一起起立 告取你的圣经或者告取你的右手 这是一个荣耀的宣告 让我们大声的来宣告一杯 来 这是我的圣经 它是我的生命 它宣告我的祝福 它命定我的能力 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 我要大胆宣告 我的心思警醒 我的内心敞开 我必要脱胎换骨 阿们 主 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的时候 能力就充满我们 祝福就临到我们 我们的生命就要脱胎换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坐 迈克在他四岁的那一年 他的爸爸妈妈因为车祸双双上亡 后来他被寄养在舅舅家 这个家对这个舅舅对他非常刻薄 打骂 并且在当中谩骂他 殴打他是家常便饭的事 这个孩子很早熟 很努力的用功读书 致使他成绩出类拔萃 后来他考上了一所有名的学校 当他毕业之后那一年竟然发现 经济 全国的经济相当的低迷 所以一整年他都没有找到 合适的工作 有十多岁了 房东老太太很关心他 就跟这个孩子说 孩子 事情没有那么糟 我相信会未来越好 你要相信神的带领 一定是更为美好的 每一次迈克听到这一个 房东老太太跟他说了这些话之后 他都很感动 但是他一直觉得这个老太太 根本不了解他的需要 这个老太太有一个习惯 他们每一天都会站在阳台 看着下面车 水 马 龙 来来去去 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 当他看得很专注的时候 麦格想说 奇怪 这有什么好看吗 每天都很单调 他到底在看什么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 于是他就那样的问一下 这个老太太说 请问你到底在看什么 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让你看到吗 结果老太太说 怎么没有意思呢 你看红绿灯没有 我看到了 红绿灯他正写出许许多多人生命的真图 当然有意思啊 他还是搞不懂他讲什么 他说人生就像红绿灯 红灯的时候 你动不得一动就发生车祸 绿灯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路顺畅 所以你要按着这个规定来做 而我要说的是 当前面你看到是绿灯 当你车开到前面的时候 竟然发现是红灯 你就停下来 当你看到前方是红灯的时候 你往前开 没有想到到前面的时候 变成绿灯你就可以往前走 就因为有红绿灯的设置 致使我们有快慢调节的时间 人生里面就因为有红绿灯 所以变成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看到不同的美景 所以不要为你的红灯感到焦虑不安 也不要为你的绿灯就兴奋不已 哇 麦克听完之后 他觉得他明白了 原来我现在正处于红灯的阶段 于是他相信 很快就会有绿灯了 我要带着盼望 带着祝福往前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接受了这个老太太的教会之后 他就有一个新的看见勇往直前了 到了40岁那一年 他在美国里面成为最著名的电脑经销商 拥有一万的家产 有一天他被邀请到哈佛大学去演讲 哇 热烈的掌声 因为他的演讲太精彩了 他突然间想到老太太的教会 他就跟她说 其实我现在不过是在人生的绿灯罢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读 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人生还有红灯 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前边可能就是绿灯 所以当你成功的时候不要太骄傲 可能等一下就是红灯了 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不要那么难过 因为很快就是绿灯了 如果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接受老太太 按神心意的安慰 他永远都在这红灯下方 他无法往前行 感谢神 就因为他乐意接受安慰 所以他就勇往直前迈向美好的未来 可能你的婚姻正在红灯 可能你的情感正在红灯 可能你的工作正在红灯 可能你的婆媳关系正在红灯 好不好 接受耶稣的安慰 说耶稣我知道祢会安慰我的 我知道很快就会绿灯了 我相信祢的人生就不一样 所以哥林多佛书《一张世界保罗》 这么说 一起来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相信这个年轻人 因为接受安慰 他可以迈向美好的未来 我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 学这个房东老太太 以及成功后的年轻人 也把上帝给你安慰 去安慰那需要的人 所以耶稣说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五张《世界》一起读 来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什么叫做哀痛呢 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人叫做哀痛的人 就是按神的心意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哀痛的人 你看到你的问题 过去所犯的错误 你在主那边讲说 主啊 求祢怜悯我赦免我 我愿意悔改 我不想要重蹈覆策 我相信你会得赦免 你会得安慰 而这样的人也容易拒绝 罪恶再一次的紧扰他 他可以跟罪说不 他绝对不会因为神乐意赦免他 他就随便犯罪 不会的 如果我有一时舒服的犯了罪 他也不会为他的犯罪而找借口 他就会回到神的面前说 神啊 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而这样的人 他不仅仅为自己的罪在奥违 他也看到世界上 若有一些不公 不义 他就为这些事情难过向神祷告 求神的怜悯可以临到 神的安慰可以临到 所以耶稣说 哀痛得有无然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第一个得安慰的是自己 接下来就是为别人祷告 别人也得安慰 为国家社会祷告 我们国家社会也可以蒙福 所以我多么期待 耶稣说的八福 第一福是什么你知道吗 悉心的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二福呢 哀痛得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从耶稣所讲的这个哀痛得有福 他们必得安慰 到底那种蒙福的生活模式 是什么回事呢 第一个 一起读来 真心的为罪恶懊悔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说明了 说了一个 法利赛人跟瑞利祷告的比喻 我们看看那个法利赛人 就站在那边自言自语 他怎么祷告 一起来 神啊 我感谢祢 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 坚淫也不向这个税吕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这是我们读的吗 我来模仿他怎么祷告 神啊 我感谢祢 我不向这群人勒索不义 坚淫同居乱来 上帝啊 我也不像他 哎呀 那个税吕 你看 多草厌 上帝 我也不错 我一个礼拜都禁食两次 我每个月都奉献十分之一 大概是怎么祷告 这个祷告是向神祷告 我告诉你 那不叫向神祷告 那向神邀功 上帝啊 我真的好优秀 到了几点 因为我不向这群人这么差劲 上帝啊 我好虔诚 因为我每个礼拜都禁食祷告两次 还有十一封献 我从来没有偷上帝的钱 接下来他还是控告的祷告 上帝 你看那个税吕 哎呀 讨厌 这哪是向神祷告 是向神邀功 控告别人 可是对于那个税吕呢 我们来看看他的反应是怎么回事 一起读 来 那税吕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税吕 我来模仿税吕的祷告 他可能这样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如果税吕在那里 你看看 他就是这么政府德行 你看看 看到了没有 他就这么差嘛 没有错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很担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一个是法利赛人 这样的祷告 你就永远看不到你的生命的问题所在 所以刚刚我们唱首歌说 神啊 求你破碎我刚硬的心 我不是来这里睡觉的 我是来这里听上帝对我说话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 这个顺利的祷告 真心拗悔自己的过错 我相信大家的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耶稣就给这两个人祷告 下了一个结论 一起来 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 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 至卑的必升为高 什么叫做算为义呢 就是说祂是义人 神宣布祂 最得赦免 这个人非常优秀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按神的心意来哀痛 说主啊 很抱歉 我过去伤害我的家 伤害我的婚姻 伤害我的孩子 伤害我的公婆 伤害好多好多的人 主 我做错事情了 主 我今天来到祢面前 为我自己懊悔 就是说哀痛的有味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在美国加州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 他爸爸有一辆很全新的小货车 这个爸爸非常喜欢这部货车 所以常常做给他做全套的保养 以保持他的美观 这个四岁的小女孩有一天 拿到一个硬物 哇 到处画画 爸爸看了之后几乎快要崩溃了 一事 爸爸就拿到铁丝 把孩子的两只手绑起来 把他挂起来 叫孩子在车库罚站 当爸爸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 爸爸也跟我说 哇 完蛋了 因为孩子的手掌被铁丝绑着 所以血液就通不过去了 最后组织整个坏死掉 很快的爸爸就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去 医生说 不好意思 你的孩子只有一条路 截肢 否则他有危及他生命的危险 那个爸爸充满了质责 什么搞的 为了一部货车伤害我的孩子两个手掌 他真的懊悔到了几点 这个孩子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手掌怎么不见 半年之后 爸爸把这个小货车 送到原厂去做保养 所以我重新烤漆 又是一部全新的小货车 天真无邪的这个四岁的小女孩说 爸爸 哇 你的车好漂亮 好像新的 天真无邪的孩子突然间伸出他双手 他说 爸爸 请问你什么时候把手还给我 这个爸爸听了这句话之后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他立刻搭出墙来 当场自杀 追究感结束了他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朋友们 勇敢面对你过去的错误 面对你的问题 面对你的罪恶感 面对你的罪恶感 真实的懊悔 真实的改变 绝对比逃避 自杀更带来祝福 对这个小女孩而言 她失去双手已经是一大悲哀了 有失去的爸爸 她是悲哀自己 面对未来的困境 她没有双手 她没有爸爸 可能会让她丧失斗志 带来沮丧 失望 最后走上痛苦的路 而耶稣告诉我们说 哀痛得永不来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如果这个爸爸懂得按着神的心意 来到主人面前说 神啊 对不起 我知道我错了 我伤害我的孩子 请寻求他的孩子说 孩子请你饶恕爸爸 更多的付出爱给他的孩子 我想结果会不一样 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么说一起来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如果这个爸爸愿意谦卑下来 承认他的错误 求神赦免 求孩子饶恕 而且付出更多的爱在他里面 我相信是一场美好的祝福 奥古斯汀因为长期卧病 就躺在床鞋上 把诗篇32篇挂在床上不断的默想 最后他得了一个结论 写下来这句名言 一起来 智慧的开端使于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 智慧的开端就是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是我也是一个罪人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 只有一种人不会犯罪 现在躺在床公墓里面就是死人 但是我们是活生生的人 你当记得我们会犯罪的 不要忘记这句话一起来 道歉是悔改的起步 行动是悔改的持续 或许当你听到我这句话的 这个信息之后 你已经想到你等一下要跟谁道歉 但是光光道歉是不够的 你要有行动 悔之后还要改 如果只悔不改 那个悔是不值钱的 哀痛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是因为他真是愿意悔而改 自己得着祝福 得着安慰 跟你在一起的人 也因你而得着美好的益处 第二个生活模式 一起来 为别人的需要哀痛 这个部分耶稣做得最好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有一次耶稣到了耶路撒 到了纳撒路的家 纳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 我们来看看当他到了他的家之后 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是怎么描述这件事 一起来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耶稣哭了 耶稣看到纳撒路的姐姐哭了 还有这群人跟他一起哭 他心里伤心难过 就跟他们一起哭 耶稣为这事哀伤 为别人的需要哀痛 他感同身受别人的需要 在圣经里面记载 耶稣曾经哭过两次 第一次就是为这件事哭 第二件事就是 当耶稣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知道耶路撒冷将来所要 面对的审判 圣经说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哀哭 为这样的事情难过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下面有一群伤害他的犹太人 你知道耶稣怎么为他们祷告呢 一起来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不知道耶稣的祷告是不是流泪 他可能是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他可能流着眼泪为这群犹太人来祷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耶稣 为别人的需要来哀痛 别人哀痛 为百姓哀痛 为我们国家社会来哀痛 我相信祢得安慰 祢得鼓励 祢得祝福 那些别人 也要因此而得到上帝的丰富 耶尔海波斯牧师 在他所写的书里面讲到一个见证 让我很受激励 他说有一次周末的崇拜结束之后 他讲完道 有的夫妻抱着孩子到前面来说 牧师请你为我的孩子祷告 当他把孩子接了过来 一打开 哇 他吓一跳 因为这是他所看过最恐怖的畸形儿 因为整个鼻子完全塌到里面去 他想说 哇 这个孩子到底怎么呼吸 牧师说 那牧师就问他说 那我要为他祷告怎么样 他说牧师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一生说只剩下六个月 六个礼拜的寿命而已 请你为我们祷告 让我的孩子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感受我们父母的爱 哇 这牧师就为他祷告 很难过的为他祷告 当他祷告完之后 牧师就说 请问爸爸妈妈 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教会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他的回答让比尔埃博士 一直难忘 他说牧师 我们很好 我们都很好 因为长期以来 我们就加入一个富有爱心的小组 这个小组呢 当我们怀孕知道这个孩子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陪伴在我们旁边 为我们祷告 当我们要生孩子的时候 小组的弟兄姊妹就到医院来 陪着我们生下这个孩子之后 他们就帮助我们面对整个事实 当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小组的弟兄姊妹就到家里 帮我打扫 帮我做饭 因为我们很难过 所以他帮我们做饭 帮我们打扫 让我们可以安心 这个礼拜来 他们不断的为打电话来关心我们 甚至他们已经替我们的孩子筹备 将来准备的葬礼 后来这对夫妻离开了 比尔埃博说 上帝啊 如果没有教会 如果没有小组 这对夫妻 这个家庭会怎么样 他们要到哪里去 当他们面对人生最困境的时候 谁可以安慰他们 他好深的感触 所以他深深的体会这句话 一起来 教会是世界的希望 小组的正常运作使教会得以发挥功能 所以我相信教会觉得是世界的希望 博爱基金会觉得是花莲的希望 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说的是 如果教会是花莲的希望 可是小组不动 你就会发现我们变成什么瘫痪啊 我们是坐在论语上的教会 因为小组不动嘛 所以我觉得小组长太重要 好不好 你是小组长 请你站起来 好不好 除非你忘记你是小组长 请你站起来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给他们最热的掌声说 我们以祢为荣 哈利路亚 谢谢主 谢谢主 感谢耶稣 好 请坐 真正我多么期待我们的教会的小组 能够一正常的运作 教会带来希望 所以耶稣说 哀痛的人有无忍 就是学习怎么样为别人需要的哀痛 最后我就相信那一些需要的人 百姓就得着帮助了 第三个 蒙古的模式 第一起来 可慕神的安慰临到 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家的时候 祂不仅仅为他们的需要哀痛 更重要的是祂满足他们的需要 祂满足他们的需要 于是耶稣就来到了拉撒的服务之前 祂就跟人说 把这个什么 石头挪开 接下来耶稣站着向天举步 做了如此的祷告 一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说什么 他说 父 我谢谢你 你听了我的祷告了 我相信现在你要听我的祷告 让这群人看见我所做的 圣经怎么说 他说 拉撒路 出来 拉撒路就慢慢跳出来 绑得那么紧怎么走 OK 耶稣说 赶快把它解开 让它可以好好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多的犹太人看了之后受感动 他们相信了耶稣 所以从耶稣的身上我们会提为 一个哀痛的人 按神心意哀痛的人 他的生活 蒙古的生活模式 他不但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 为别人需要哀痛 更重要的是 他求神的怜悯临到 为这群不信人看见神的荣耀 所以我今天也相信 神的怜悯要临到我们当中 神的安慰要临到我们当中 让你离开博爱 敬亲爱的时候 你是带着能力 带着祝福 带着耶稣的意志离开这个地方 去祝福你的家 祝福你的周遭的这些百姓 所以你预备好 说主 我今天要领受祢的安慰 我要领受祢的怜悯 特别是心爱的朋友 你怎么能够不来领受神的爱 领受神的安慰而离开这里呢 那我来介绍陶塞这个人 这个人1900年出生在 美国的乔治亚州 而他是一个作曲家 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 在他32岁那一年 也就1932年的那一年 他刚刚结婚不久 因为他是一个作曲家 也是一个演唱家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邀请陶塞去现场演唱 可是他其实不想去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太太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 所以他想留下来陪下 可是呢 好多人期待 他能够到现场 所以在那种不得已的情况 他去了 因为太过匆忙了 结果当他去了之后 发现他的乐器相信他忘了待 又折回来 进到房间里面 看到太太睡得香甜 可是又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留下来 他真的不想去 可是看到太太睡得那么香甜 真的不想吵醒他 又加上好多人期待他去 所以他就把这个不安的念头 丢在后面 赶到会想去演唱去了 当那个晚上 哇 真的太好听了 下面一直喊 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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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和当中 我不能叫他安可 安可之后下面的讲道就麻烦了 我们有机会 第四堂可以安可 所以明天晚上你受不了 明天晚上还可以再来 让 你就可以喊安可 让他尝到明天早上 听到的兄姐妹 他一直喊安可 最后他又举举唱 好不容易终于坐下来了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信差 拿了一张纸条过来 上面写着 你的太太刚刚过世 哇 他几乎崩溃了 他泪流满面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抱着刚刚出生的这个孩子 悲喜交加 没有多久 他的孩子也死了 他埋了他的太太 和他的小孩之后 他崩溃了 他说 上帝啊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上帝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我不想再唱歌了 我不想要作曲 我不想服侍你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崩溃了 他想要回到他的爵士院里面去 然而 在他一个人忧伤难过的时候 他突然间想到 在他离开家要去演唱会现场的时候 他听到一个声音 他想 这人都是神对我说话的声音吗 如果当时我听这个声音 我留下来 我的太太临终 我会在旁边的 所以他就告诉他自己 以后要留心听神的声音 不要轻易的放过神的感动 他很难过感谢神 神起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一个教授 就到他心里的难过 就把他在那个礼拜六 带到一个音乐学院 那个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把他带到钢琴的旁边 当他开始摸钢琴的时候 突然间 他的手不听起来 开始弹奏起来 这个旋律是从来没有过的旋律 这个音乐同来没有听过的 甚至神也把歌词给了他 他边弹奏边唱这首诗歌 神的爱就临到他的生命里面 神的安慰进到他受伤的心里 这首歌就叫做 亲爱主牵我手 亲爱主牵我手 建立我 领我走 我疲倦 我软弱 我苦愁 金风暴 过黑夜 求领我 尽光明 亲爱的主牵我手 到天地 亲爱的是 神把歌词给了他 神把旋律给了他 不断安慰他受伤的心 重新把它带出来 这首歌到如今已经是80年了 被翻译成32种语言 感动人心 让我们来唱首诗歌 恩光 亲爱主牵我手 亲爱主牵我手 牵你我 领我走 我疲倦 我软弱 我苦愁 情捞连我 领我愁 亲爱主 千封饭 过黑夜 我道入水西凉 竹林今唯有山 我在世快到晚 美好早 听我求 听我道 拉我手 放跌倒 亲爱主 牵我手 唱一道 听我求耶稣 听我求 听我道 拉我手 放跌倒 亲爱主 借我手 唱一道 祂跟主说 主要谢谢祢安慰我的心 谢谢祢知道我的想动 谢谢 虽然我没有太太 我没有孩子 但我有祢 我渴望一生是否命 知道见祢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相信祂吧 祂知道你的苦情 祂了解你的处境 神的智慧高超 祂的心肠极好 祂的帮助 绝不提早 也绝不迟到 相信祂 今天神的怜悯 要临到你的身上 神的爱要临到你的身上 接受祂的安慰 不要带着忧伤来 带着痛苦走 说 主啊 安慰我 好叫我得着祢的爱 我可以带着祢的安慰 去安慰那需要的人 你渴望蒙福吗 跟主说 主啊 我真心为罪恶熬灰 主啊帮助我 可以为别人的需要挨痛 更重要的是 我渴望祢的安慰 临到我 临到需要的人